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歡迎收看新聞 6 點鐘 我是梁一林 我是文家豪 政府公布了最新的零售及食肆收益數字 其中零售業表現和一年前差不多 食肆更加路得升幅 不過業界表示 數據未能反映現時情況 估計到今年下半年,情況會更加嚴峻 金融海嘯下的農曆新年和聖誕假期,消費意欲未見大跌 去年12月零售業種消貨價值,臨時估計是253億元 較一年前同期上升了0.8% 其中升幅最大的是集項內用消費品,上升近1.7% 汽車燃料、電器和攝影器材 至於汽車和汽車零件跌幅最大,達到2.2% 珠寶、中標和名貴禮物亦跌近一成 另外去年第四季食市總收益達到203億元 較於07年第四季上升了8.3% 政府說,仿港旅客和本地消費12月都來有改善 保持這個商場在聖誕和農曆新年價 用總營業額上升了14% 這個比我預期中好很多 留在流港消費,同期的消費氣氛在商場內特別濃郁 立法院議員提醒,月屆目前只想是大保濫國 擔心未必過到企業倒閉潮 因為現在我們都可以說,前一輪我們 賣了些東西銷售,有些谷種在這裡 都可以捱些少時間 但去到年中,我就覺得是最嚴峻的時候 政府發言說,零售業短期的前景 將會繼續因為全球經濟下滑而夢想陰影 不過政府有一系列創造就業和刺激旅遊業的措施 相信可以為零售業提供支持 有的士團體表示,受到經濟差和短加長減影響 失入大幅減少,以及車主減租共渡時間 不過車主協會表示,沒有減租空間 金融海嘯加上短加長減深收費 有的士司機表示,新計大受打擊 以前每日最少做800元生意 扣除350元的車租 100元自由氣費 可以賺350元,月入有9000多元 不過現在的生意額平均少了近100元 大車租和僑僑費大致都沒有變 每日賺少了100元,月入剩下6000多元 聲稱代表超過2000個的士司機的團體就要求 車主每間減租50元 短來講,事態加了 很多人乘搭短途的乘客又貴了 不捨得乘搭 但如果做適合長的 入息方面 是少了兩成 每一支旗少了兩成 不過車主協會就認為 市道不算是太差 他們估計 短加長減之後 全港的的士每日做多150萬元生意 除開全港有18000的士 每部的士平均賺多83元 不少12人洩都轉行開的士 令到的士出租率長期維持在九成以上 需求大加上維修費上升 車主協會認為沒有減租空間 最明顯的融胎 甚至電池 軌油那些 是升了都沒有跌下來 差不多升了20%多 雲書署就說不會干預車主和司機的商業行為 會密切留意短加長減之後的運運狀況 同業界溝通 港九的士司機總會就表示 稍後會收集簽名 希望可以和赤柱方面開會 但不會有益力行動 赤柱方面表示 希望司機可以拿出足夠的理據 去說服他們 金管局長齊任志剛說 擔心各國縮減海外投資 會觸發金融海嘯第二波 任志剛說 擔心投資者山水喉 令到窮國沒有錢發展經濟 將會觸發金融海嘯第二波 衝擊新興市場 如果保護主義擴散到金融領域 這個我覺得問題非常非常大的 怎樣保護主義呢 就是說 譬如我們有錢的人 完全不買外國人的金融工具 又或者是很多儲備的 又不買美國 國債 任志剛曾經言用 金融海嘯第二波會有很多古怪事發生 所指的是什麼 是否來減3月2號 匯豐銀行 的報告有關的呢 過去 可能是比較審慎的經營 而 是捱過 這個 金融海嘯的第一波 反而現在呢 他們是 被人作為一個焦點 當中呢 我聽到在市場有很多人說 這樣那樣 是給了我一個感覺 是亦都有人 會趁這個機會 輕波作浪 但他補充 本港銀行體系穩健 外匯基金總資產處於歷史高位 有能力抵禦 入境處證實一個香港人在福建酒吧大火中中喪生 福建長樂市一間酒吧上星期六發生大火 17人死亡 本港入境處證實其中一個死者是香港人 正嘗試聯絡他的家屬提供一起可行的協助 看看國際新聞 澳洲東南部伊朗持續 亞德利德截至星期五有22人撤死 大多數都是因為心臟病發或中風 當局進行驗屍 確定是否是否因為跟天氣態而有關 日本中部的淺漢火山爆發 火山灰飄到東京等各處地方 日本氣障廳就預料 火山兩天之內會再度爆發 當局呼籲附近居民撤走 英國的大風雪 令到部分倫敦市民無法上班 令到英國經濟一日失去100億英鎊 大風雪在這個星期仍然會持續 今次大風雪是英國200年最嚴重的一次 英國北部亦都將會受到影響 伊拉克今天舉行各國的省份選舉 選舉期間並沒有發生恐怖襲擊 帶之和平進行 作詞 初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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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期間並沒有發生 選舉室 選舉期間並沒有發生 十分努力 選舉期間並沒有發生 為此在跟現在的外交界 叫她等於天氣 去加大爛 阿英國 某市場 Zither Harp 接着提到消息,文革华交给你啦! 北京奥运白金得主美国飞鱼飞比斯承认曾经吸食大马 世界反禁弱,组织表示事件不是在比赛期间发生,他们无权作出处分 澳洲网球公开赛西班牙球星拿到苦战5盘以总盘数3比2的黑瑞士球王费达拿成首位赢得奥莽兰单禁标的西班牙球星 亦是他赢得的第六项大满冠和首个大满冠硬地场冠军 体育化信仰了,交给你们,好,谢谢你文革华 对啊,良恩林玛,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一直都受到国际注视 当然啦,因为他是第一位的黑人总统 有一位的美国年轻人就决定模仿他的造型 甚至将一首歌作曲改词加一些政治元素放上YouTube 两个月之内就吸引超过500万人观看 真的不需要啊 适合他的秘密是在看哪呢? 这个是奥巴马? 不是,其实只是一个美国年轻人模仿奥巴马而已 就这样看,在神态同动作上,蝉住奥巴马呢? 这个年轻人在这段片段除了表达出奥巴马当初的喜悦 更加表达出他的将来面对的问题 說就連前總統喬治布殊和曾經是競選對手的佩林都有份演出 這段片段上載到視頻網站兩個月就吸引到超過500萬人次觀看 真是要佩服這位年青人 今晚創意不知道將會否成為明人之星 真是拭目以待 各位節日報年,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